当地时间28号 克罗地亚沿海城市西贝尼克当地消防部门表示 因高温大风天气而迅速蔓延的山火火情 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到目前的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截至28号早上 西贝尼克山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约900公顷 本次山火爆发于当地时间27号 一段网络视频拍摄下了山火爆发当晚的画面 画面中一辆汽车在公路上行驶 山火就在公路两旁猛烈燃烧 火光映红了夜空 场面十分惊险 本次山火造成西贝尼克附近一条高速公路紧急关闭 由于强风天气原因 山火蔓延到城镇周边 部分地区27号晚 约200名消防人员和50名士兵投入了灭火工作 28号早上 山火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暂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